字幕製作人 字幕製作人 有沒有人想要戴扣外套 補腳 好 妹姊一聲令下 小幫手不敢不從 妹姊為大家謀福利 他們說你有沒有很沉重 我說為什麼要沉重 他說幾百萬的東西戴在你身上 我說是他很沉重 不是我很沉重 我很享受嗎 今天你看到老闆的 是說話的 不是說話 好美喔 平常也很美 但是今天是一種 不一樣的感覺 就是 我覺得 嗯 更吸引我的目光 然後更有魅力 謝謝 我覺得他今天很性感 不是因為肉多的關係 是整個造型的搭配 其實蠻性感的 平常在那個民宿就是 不是我這樣聽老闆講的 就是長工啊 那少軍你是去年才第一次 在海上帶的酒吧 在台北電影的時候 還搞丟咧 掉了 真假的 沒有那是 那個是另外一個 那個是金馬獎 我就看他經紀人一直在看地上 我說看嘛 地上有金子嗎 請你告訴我有多少顆 我說不是少軍吧 那個東西掉了 然後可能得獎太開心 太多人抱他 然後他是一個別珍惜的 對不對 他整個就勾掉了 其實前場一直在進行節目 但是後台其實是瘋了 你知道嗎 就每一個人都在看地上這樣子 結束以後 所有工作人員留下來 幫他找 後來找到了 那時候 從後台一回去位置坐下的時候 我想說錢 這個錢夠賠 我碰到他 我說 社群怎麼樣 因為我要找 社群怎麼樣找到了嗎 他說 那個我可能 就開始賺錢 賺錢 但妹姊應該帶珠寶經驗很多 因為都會走平常 會走平常 是 是 我以前呢 大多都是 就是 國外的珠寶 後來這兩年我就 帶 台灣 自己的珠寶設計師 那你自己有比較習慣 什麼樣的設計嗎 我現在講真話還是 這樣 我不能因為這個 然後 不想帶 因為很恐怖 你知道嗎 不是 像這個帶啊 就會有保全在你旁邊 然後你 就是典禮你要去上廁所 你也不好意思講 那個保全會在門口等 這樣 因為現在我們經典的 上學生有沒有打算 要準備一些禮物 呃禮物是 可以的 但是因為我 怎麼會這樣可以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我 不是不是不是 我今年打算的禮物 是不太一樣 因為 呃 前幾年 很久也是有帶媽媽去健檢一次 然後今年我也有想說 跟我姐姐一起討論 然後做比較全身的健檢 然後一起去 因為我也沒有健檢過 所以就覺得 好像全家人可以一起去健檢 是 就是這一次想好是我們 有選擇演過 真的 很好喔